大家好啊,这里是绅士,欢迎收看新一系列的欧陆风云4游戏视频 在上个系列的结尾我们稍微征集了一下大家对下个系列的意见和看法 好像有些朋友提到了我们来游玩下新版本的大明 确实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来关注欧陆风云4时间线下的亚洲国家了 当然我们这次不是来游玩大明啊,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性质 未来如果要去游玩这边东亚大陆上的国家 可能也会选择这边的满洲候选国 正如视频封面所表现的一样,我们来游玩日本地区的一个大明 毕竟新版本的情况下,批设清定的主角应该是画在他们的版本宣传图上的 三个人物分别代表的就是奥斯曼,日本和法国 之前奥斯曼这种强大的国家我们已经完成了体验 那么就可以来体验一下东亚地区的也是有较大更新的日本了 说到一丝丝之间的日本,本土上众多的大明名利啊 这么多大明我们选择哪个好呢?毫无疑问就选汁田啊 汁田应该是大家知名度和人气最高的一个大明了 我还记得早年间刚做EU4视频的那段时间 就说过在B站以后就不再做日本地区相关的国家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一是我现在已经不再哔哩哔哩发布我的视频了 二是我觉得脱离了那个观众的环境 相信大家的想法会稍微理性稍微成熟一点 游戏就是游戏 没有必要为一个游戏里的数据或者是要素带多 太多的主观情感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知田家的当下概况 目前的领导者这位大名是知田九广 属性可以说插场人意 特质确实非常的优越 他的特质分别是亲政连接立法者以及狂热 在政府页面可以看到 没有像上一个系列那样的奥斯曼拥有特殊的国家政府 但是我们可以从这里的政府改革界面看到 大名现在是一个特殊的独立政体 在开局便提供了10%的陆军士气 以及10%的步兵作战能力增幅 虽然说设计者是有意让日本地区的战国时代 诸葛大名之间内斗 大家的陆军作战实力就会强上不少 但是实际上是这种离谱的加成在统一日本之后 还是可以持续拥有的 这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大名在统一了日本之后 进行任何形式的对外战争之时 拥有极其强大极其碾压性质的陆军 而且还提供了额外的四对武士兵团 这也是新版本中加入的一个我认为非常离谱的机制 可以看到在招募列表里作为日本地区的一个大名 我们可以征募武士 这种特殊的步兵必须在日本文化组的省份中招募 招募的数量除了特殊的改革修正就取决于省份的发展度 而且任何一个特殊兵团都会关联本国的陆军上限 这就意味着如果在日后要维护一支庞大的武士军团 就需要将其他地区的文化改成日本文化组的文化 这倒不是难事 它的主要效果便是拥有额外的5点训练度 以及10的士气打击减免 代价仅仅是补元的花费加50% 这个代价实际上非常的轻微 而且给的强度似乎有些太高了一点 5的训练度其实已经非常的强了 而且还有10%的士气打击减少 还好在前期我们作为一个大名的情况下 招募的武士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 不然强度实在是有限一天 而且周边的大名都是可以征目武士的 所以说在日本地区的本土征服战争期间 这个优势可以被抵消了 当然我们隔壁的邻居 比如大名 比如朝鲜 是肯定顶不住我们的这种兵力的 之前加的国家理念 似乎是没有随着新版本而进行更多的改动 但是这个国家理念已经是我认为非常强力 而且可以在成立日本之后 继续保留的一个国家理念的 开门给了一个10%的陆军士气和10%的步兵作战能力 国家野心是将领的火力加一 配合上之后的将领冲击和将领围城 之前加的良将可以说是人才技技 每一位将领都会拥有额外的一点火力冲击和围城 我们就非常容易振目到满能力的将领 其他的国家里面还提供了10%的商品修正 可以让我们维护一个良好的经济 天下不武则提供了省份战争分数花费的减免 以及核心化发挥的减免 这一项就可以保证我们在拥有行政和外交里面之前 都拥有一个较强的征服能力 三段机提供了陆军火力伤害加10% 这在中后期是一个非常高额的伤害增幅 因为那时陆军的主力伤害便是火力伤害 虽然没有火力抗性来得那么宝贵 但火力伤害也是相当不俗的一个军事能力增幅 科研费用减免就只有5% 算是锦上添花吧 最后一项提供了20%的国家人力修正 就保障了我们能够在大规模消耗战中 也占据一定的优势 总的来说 只要我们能够度过前期弱小的时期 国家里面就能够保证我们在中期成为一个地区强权 任务术在没成立日本之前 还是跟以前的版本一样 主要新的版本是替换了在成立日本之后的任务术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过多赘述了 宗教策我们开局便是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 这种宗教提供了额外的陆军士气 以及异端容忍度算是相当不错的属性 而且还有总共8个事变来决定我们的孤立主义倾向 能够依取倾向获得不同的加成 虽然说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去转信基督教 或者是佛教乃至于儒教 但是这一局为了日后的任务术考虑 我们就会始终保持神道教 概述就到这里 接下来让我们正式开始游戏 开局拥有的盟友只有一个 是斯波加 所以说现在就需要一些额外的盟友 首先保证自己的独立 虽然大家都是足利幕府手下的大名 但是大名之间是可以互相开战的 所以在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之前 我们都需要一些盟友来保障我们自己的独立性 同时他们也是帮助我们作战的得力帮手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找到了另外的三家大名 也与他们结成了同盟关系 现在我们拥有了四位盟友 所以在对外征战之间也一定程度的保证了自己的后方安全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对外宣战了 在日本地区的所有大名 都拥有一个特殊的宣战借口战国时代 这是对邻国拥有的一个 只有75%的侵略性扩张影响的宣战借口 现在我们就可以以这种借口来宣战德川家 他只有一个盟友田山 而我们则可以拉上自己的盟友小利元 这样双方的军力对比就十分的平衡了 即便许诺给小利元家土地 在战争之后 我们也可以完全的背心弃异 毕竟在这种混乱的战国时代 没有什么条约是值得相信的 唯有绝对的军力才是绝对的真理 让我们直接宣战 接下来我们便遭遇了事件应人之乱 实际上应人之乱的历史时间 并不是现在的144几年 显然提设的这些历史事件 都不是完全的按照历史时间来弹出的 总之我们会获得一个长达30年的 陆军传统衰减 而且当我们占领京都之后 就可以来继任目前的幕府将军 从而成为统领所有大名的宗主国 目前的幕府是足利家 他的实力还是比较强大的 我们现有的陆军上线仅仅只有4K 所以说在完全去夺取京都之前 还需要去征服周边的几个大名才行 到我们宣战之后 德川家的军队就算开始冒险的围攻 我们的首都 就显然是愚蠢至极的行为 而且我们这四队步兵里 有一队新政务的武士兵团 相信在配合上能力不足的将领 我们是能够赢得这场战役的胜利的 让我们直接开始进攻 好 我们在我们的首都违章一战 全歼了德川家的军队 我军只损失了775人 而敌方的盟友田山的军队前来支援之时 还没有赶到 德川家的军队就已经被我们全歼了 我们在此将团队整变 然后再次重整迎敌 由于此战是在我们首都发生的 而且敌方过来是跨了河的 再加上我们之前家的前期作战能力 是非常勇武 毕竟其他的大名开局 不一定拥有这么强的陆军作战能力 田山比我们少了10的步兵作战能力 德川比我们少了10的陆军士气 即便他有一队骑兵 也不可能在我们的首都上是我们的对手 我们在此又全歼了他们的军队 最终在持续了406天的围城之后 我们拿下了德川的首都三合 而我们的盟友小利元 此战虽然加入了战斗 但是好像也没有帮助我们进行任何的作战 他在围攻田山的首都 但是田山的首都实际上是拥有一个要塞的 所以说再加上首都的要塞等级加成 这里要塞需要整整9000人才能进行围攻 所以我们在进行作战之时 也要避开这些非常难攻陷的身份 现在不论是田山还是德川 显然都是不会投降的 我们还需要再一次歼灭掉 围攻我们首都的田山军队 双方都是4000人 但是我们的将领能力更为优越 我们的陆军作战能力也更为优越 好在我们的盟友小利元及时赶到 我们才能够赢下这场战役 看起来之前说了那么多将领优势 还有陆军质量的优势 最终决定战场胜举的还是投资的运势 那么时间应该是够的 让我们继续去追击田山的军队 然后在他的首都全监他的军队 在全监了他们的军队之后 我们需要等待盟友将G1这块身份占领 就可以逼迫田山退出战争了 这样一来与田山议和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直接吞并掉德川 苏乌这场战斗小利元也自知出力十分之少 所以说即便我们在战前许诺了给他土地 但是战后没有给他任何土地 好像也不会影响双方的信任度 那么这一战之后 我们会获得一些额外的财富 以及最重要的领土获得扩张 在现在这种时局 日本的各个独立大名之间 谁的领土越多 谁就自然越有可能 未来去统一日本 到了1447年的4月2日 没有想到第一任继承人属性就如此的弱 但是我们现在的威望实际上是比较盈余的 我们就来称号50点威望 来废除这位名为知田秀信的继承人 希望下一位能够有更好的能力来统治我们的国家 不过目前我们的知田九广大人才27岁 相信是能够工作很长时间的 又过了一年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三河的核心建造 以及扩建了一下我们的舰队 陆军也拥有了两队武士兵团 结果同时出生的新继承人知田信赐 好像能力也没有高到哪去 就比之前多了一点 总属性只有8点 算了算了 我们就勉强用吧 毕竟威望都已经复时了 到了5月1日 我们正式来向另一位大明开战 也是位于我们左边的北田家 他的首都是伊士 伊士可以算是一个神道教圣地 驻有伊士神功之称 所以说占领此地 可以获得额外的正统性和正统信仰容忍度 还是相当不错的 再加上评估了一下双方盟友的实力 我们决定就直接来向北田宣战 此战只能拉上一个盟友三名 在日本地区的当下政局 实际上是非常混乱的 所以说盟友跟敌人的变化情况也会比较频繁 有不少的弱小大明会立即被吞并 也有很多强大的大明会被周边的小大明联合起来肢解 所以说我们的盟友也要替换相当的灵活 让我们正式开战 战争开始之后 我们要做的便是首先去进攻金川家 迫使他们退出战争 毕竟此战我们是二对三 所以说先要将敌方的军力 训练到跟我们相同才能打赢此仗 让我们的军队直接向右进发 金川的将领能力十分的卓越 而我们之前也花费了一些军事点来征募将领 这位将领的属性 也算是我们目前能征出的最好将领了 共计七点属性有四点都分配在了冲击上 相信可以助我们在战争中取胜 即便甲飞的地形是个丘陵 但是我们相信将领的能力可以弥补地势的缺陷 在这里击溃敌方的军队 好 看起来我们及时的击溃了金川的军队 这样一来敌方的援军增援 我们就变成了首方了 我们就可以在丘陵上以一代劳了 让我们迎击敌方的进攻 可以看到赢的还是相当的艰难 即便我们是首方在山地作战 但是我们的军队损失相当的惨重 只能说这骰子的运势不是非常的好 我们需要稍微的迂回一下 让自己的人力恢复 不要让目前的北天军队追上我们 而在月中一神 我们趁敌方的军队士气够低之时 直接对他们发动袭击 他们的军队就直接被我们全歼了 在1448年的12月30日 我们在三合驻发了军队成功 截击掉了想要登陆我们领埔的金川军队 此战我们也是仅以200人的代价 全剑了敌方1700人 而且也让我们的将军获得了一个特质 这个特质好像是跟以前的版本有些区别 现在会额外提供2.5%的训练度了 这项属性可谓是非常优越 这样都能够额外的提供训练度 我们的军队自然就更加的强力 看来金川军队在支援这方面做的不是相当好 又再次给我们送了2000人 只不过我们的海军在二对三之时 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卓越的表现 我们在海战中损失了两艘蒋方战船 至于运输船我们已经完全拆卸掉了 目前在统一日本国内的战争当中 是不需要用上任何运输船的 我们准备在战争结束之后 再建造一些蒋方战船用于打日本周边的海战 你可以看到的是围绕整个日本的所有海域 都会判定成内海 这些第七蒋发战船都能够造成更高的伤害 虽然说我们的军队损失比较惨重 但是好在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了 田山已经遭到了检警的进攻 所以说他们的首都正在遭受围攻 而山民对伊士的围攻尽快要完成了 相信战争马上就会结束 最终当经历了近500天的围城 我们才拿下山民的首都 这一战虽然说我们主的宣战方是北田 我们目的是来夺取伊士神功的 但是显然我们许诺土地的时候 山民是想要这块地的 在战争中伊士的控制权是被山民拿下的 所以说我们就没法在此战中继续索取这块土地了 还是非常可惜的 这样我们就被迫只能来夺取金川的两块领土 而与他的作战形势并非是联合作战 所以说会遭受比较严重的轻位性扩张影响 但现在还可以接受吧 我们能够拿到整整21块钱用于偿还贷款 而且我们的领土也将获得不小的过章 我们就成为了少数的拥有四块领地的大名 可以看到北边 我们是同盟的上山家 已经是拥有了较多的土地的 西侧的西川家也是比较的强势 在最终的大名真雄的过程中 我们的优势目前还不算明显 但是我们已经占了脚跟 拥有了四块领土 既然我们无法夺取北田的首都 那我们就来进行一些羞辱 而获取一些经济利益 结果我们才刚刚结束一场新的战斧战争 就被目前的木谱将军命名切副了 就再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愤怒 这个仇我们一定就要记下来 日后好好的找独立木谱去报仇 我们之前的君主能力还是相当卓越的 现在就只能被迫让夫人设政 夫人的处境就相当差了 还需要等13年继承人才能够上位 显然现在是我们的衰弱时期 我们需要赶紧搞好跟周边大名的关系 到了1451年的12月1日 我们的军队已经扩边到了5000人 而且拥有三队武士兵团 相信作战能力是十分优秀的 而在右一轮的大名相争当中 我们是断掉了与山明的同盟条约 它是被大内宣战了 在这种压力之下 之前的伊士和检井的领土也发生了一些变更 而且我们注意到检井跟山明南部以及田山都是在停战条约内的 当他吞并了伊士之后便与我们接壤了 我们之前也是在尝试在他的国内建造间谍网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接壤就没有必要再依靠间谍网的方式来获取宣称了 在领土相邻之时便可直接用特殊的理由战国时代宣战 让我们来征服检井 由于他没有盟友 所以说我们的军力有压倒性的优势便可直接赢下战争了 他的首都大河也是没有要带的 只需要3000人便可轻松的完成占领 此战我们又将获得三块领土的扩张了 由于之前的族立幕府已经命令了我们的君主切副 而且从伪装剥取了两点发展度 所以说他能够限制我们的互动已经基本用完了 而且作为目前的幕府将军 他好像是没有办法对我们这些已经归顺他的大名宣战的 好像要当任何一个大名领土数量足够多的时候 他才有一个特殊的宣战借口 目前看起来族立幕府只能眼睛真正的看着我们一步一步的变强 一步一步的未来去挑战他的地位 到了1453年的722日持续了近600天的围城 我们才拿下检警的首都大河 可以看到目前我们国内的叛军的造反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说这一战之后我们要进入一个简短的修整期了 需要评一下国内的叛 而且由于之前征服金川的省份是以不合理的要求去拿取的 所以说侵略性控装影响相当的严重 现在如果立即一核已经会造成有6个大名会加入针对我们的包围网了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尤其是这里面还有实力目前非常强劲的细川家 但是他们显然也看上了捡紧这块肥肉 随后的宣战就比我们慢了不少了 我们准备等待时间再过一年再议和 这样是最为安全的 因为田山正在与上山交战 南部也是 所以说这个包围网里实际只有4个人 这样只需要让包围网末位的女子退出战争 就基本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而且我们的外交官还可以去改善跟土旗之间的关系 尽力不要让我们处于包围网的困境当中 虽然现在我们是副甲一方的地方大名 但是也不足以能够应对几个大名的围剿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现在来议和 这一战我们的领土数量会额外增加3块 而且还会获得55块钱 前期在日本地区的大名们收入都是非常的拮据的 这55块钱可以帮助我们新建议之星的舰队 也可以让我们的陆军获得一定规模的扩张 因为我们的陆军实际上维护起来还是比较昂贵的 我们几乎负担了所有的武士兵团 我们还可以再建造一对武士兵团 进一步强化我们的作战能力 虽然说贵是贵的点 但是能够保证我们在同数量的战刃中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到了1455年的1月31日 我们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上山家居然冒险得向土旗宣战了 土旗的首都可是美龙 这块地形虽然不像最早的版本那样 是个山地地形能够造成严重的损耗 而且防守起来也非常的轻松 但是在他首都有要塞的情况下 至少要9000人才能够对省份产生围城判定 上山家虽然目前的领土非常的广阔 但是也仅仅只有6000的士兵比我们多不了多少 再加上他这一战中没有将他的盟友斯波拉入战争 所以说我们断定他是根本无法对美龙的首都产生任何的围城的 他此凭只是白费功夫啊 这场战争只会白白的削弱双方的实力 最终相信我们能够从中牟利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便是上山的实力削弱 因为他已经断掉了和我们的同盟条例 我们的间谍已经开始渗透上山家 未来可以直接以战国时代的理由向上山家宣战 只要击败了上山和西川目前两位最为强大的大名 我们便有实力去挑战目前的幕府将军 到了1457年的6月9日 我们正在进行修养以及处理国内的叛军问题啊 没有想到我们之前非常看好的西川家 居然是在跟山明的作战中输得如此的彻底 他们已经被赶到了丹后 而他们的首都射精现在已经归山明控制了 山明跟他的盟友大友赢得了这场战争 那看起来整个日本西部的局势又有所变化了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在日本中部仍然是一个强权的事实 只不过我们要把山明看作我们在西部最大的敌人了 而不是这边的西川 显然他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威胁了 到了一次60年的4月5日 果然如我们之前所料的一样 上山对土旗的宣战是徒劳而反的 因为美农的要塞他们实在无法攻陷 最终经历了长期的围城 上山还要赔付给土旗很多的战争赔款 现在正是我们去一举击溃上山的最好时机 因为他的兵力现在只剩下5000人 而且在此次议和之后 上山跟斯波的同盟条例也被土旗直接断掉了 佐竹这位盟友因为位置比较特殊 他所想要的许多身份也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在宣战之初我们不会让他参与战争 等我们将许多领土的控制权拿在自己手中之时 再交代进来 联合去击溃上山的军队也不迟让我们宣战 没有想到上山的军队如此大胆 直接从美农想要去偷袭我们的首都伪装 显然我们是不会允许的 他们的军队构成仍然是有一队骑兵 骑兵前期肯定是比步兵要强力不少的 但是我们这6000里有4000人都是强大的武士 是不怎么惧怕骑兵的冲击的 看看这场战役的胜负如何 非常可惜的是好像我们赶来回援 他是不会承受这样一个跨河惩罚的 但是我们在冲击阶段扔出的 投资属性非常的好 直接9比6再加2点的冲击优势 这一战不出意外能够打胜 但是非常可惜没有全坚掉上山的军队 但这样也基本奠定了圣局 因为上山内部是没有任何的要塞的 这就意味着他这支残兵败将 是一定会被我们追上并且全坚的 终于我们在路前追击到了上山的军队 现在他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任何的兵力 让我们开始进行占领 结果我们跟上山的战争还没结束 这祖地幕府又让我们的君主切副了 这一次被要求切副的夫人 正好是上一位君主的配偶 也就是说我们的继承人知田信赐的父母 全部被祖地幕府杀掉了 那么这笔血债自然未来会让祖地幕府偿还打 还有三年 再等三年 我们的知田信赐成年之后 一定会亲手将这个仇爆掉 等这一仗征服了上山 相信我们已经几乎熊去了半个日本 已经有实力跟祖地幕府分庭抗礼了 那时他们在想命令我们就基本不可能了 而且他之前为了让我们切副还是使用了威望来安抚了我们整整30%的独立形象 因为独立形象在50以上的时候是无法接受任何的切副或者是发展度的获取命令的 在经过了180天的围城之后 我们夺下了上山的头都尚爷 现在让我们来议和 毫无疑问 这场战争我们必须来获取最大的利益 可以看到我们准备将上山的全境吞并 虽然这会造成严重的清廉性困难的影响 但是宗主是没有办法进入包围网的 虽说进入包围网的只有次国家 分别是斯波 山民大友和土齐 但是我们都已经占据了半个日本了 这小小的四位大名想要通过包围网来限制我们 实在就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可以忽略他们 这获取的整整150块钱 可以立即让我们来扩张我们的军队 再加上实际上我们还是有盟友的 安东 伊东 少二和左竹都是我们的盟友 之前由于王后摄政期也是被足利幕府命令切副了 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对外宣战了 我们之前家本来就是以陆军质量优越著称的 所以说这两个国家想必也不是我们的对手 而且我们还有安东这位小小的盟友 让我们直接宣战 到了1464年的5月1日 我们就迎来了神道教专属的影响孤立主义倾向的事件 在混乱时代中的道德直营 我们可以开启一个成诸理学的事件 也就是我们逐渐接受到了自大明传播过来的儒家思想 这一系列事件会使我们偏向一个开放主义 或者是一个孤立主义的结局 但最终我们的孤立主义等级只会进行一个一级的上下调 所以说这些事件的奖励实际上更为重要 目前我们的孤立主义等级是二级 会减少10%的建造花费和20%的认同文化花费 这显然不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增议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金钱去修建建筑的 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跟孤立主义没有任何关系的 相信在成立日本之后会有些许的关系 在拿下了山明的首都之后 我们来与他议和 现在在盟友的帮助下 我们也占领了斯波的首都月前 是时候来与他们议和了 这里四块审份有一块是要分给安东的 因为杜岛是他们的核心 盟友占领直接就把控制权交给安东了 也无伤大雅 反正最终我们统一日本是非常容易的 到了1467年的11月25日 我们的君主知田信赐目前才19岁 没有子嗣好像也不是什么非常说不过去的事情 收养的继承人属性好像还非常不错 共计有9个点的能力点数 但是宣称比较弱 宣称之意上不关键 因为我们的君主目前19岁 还有漫长的执政生涯 继承人的宣称是会在领导人的执政时期不断增长的 所以说就我们的继承人的运气来说 我们还是收养比较好 这位知田信臣就成为我们目前的继承人了 到了1469年的12月2日 我们觉得时机应该成熟了 是时候来尊皇讨逆了 我们准备去京都 把天皇置于我们的保护下 接手幕府的缰绳 因为独立幕府已经合并掉了几乎所有的大名 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独立大名存在了 就连对马岛上的宗家也被独立完成了吞并 所以说现在实际上在日本地区竞争的一共就只有4个国家 在我们已经快要去到6级军事科技的时候 它的军事科技在4级 我们拥有碾压性的军事科技优势 再加上我们的军队之前在和平时期也没有闲政 经历了长时间的操练 累积了一些操练度 而且我们也将陆军超上线的证目到了整整12000人 相信在宣战独立战争之后 我们的陆军上线就差不多是12000人 现在让我们来上演日本最常见的下课上剧情 虽然说我们现在也不能算传统意义的下 因为我们的领土实际上跟足利加山民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以一己之力对抗他们两国也是可能的 在降低了厌战度和提升了一点国内稳定度之后 我们便立即朝住所在军都的整整13000人的足利军队发动突袭 但是好像足利幕府的军队逃窜的十分之快 自知敌不过我们便将京都直接让给了我们 这样一来只要京都沦陷 我们便立刻能够控制天皇 当然仅仅是这样说 在尤其性上还需要议和 把京都这个省份割让给我们才能触发事件判定 那既然足利幕府如此必战 那我们就顺势围城便好 到了1470年的12月17日 由于长宗我不长期遭受足利的围攻 那么他就最终在和平条约之中被足利吞并了 虽然他本来就是足利通过事件放出来的 现在宋明理学的这个孤立主义事件判定 终于迎来了结局 我们将降低一级的孤立主义等级 同时会获得理学行政 每月的自制度会再度的降低 非常的不错 这正是我们所要的东西 现在我们的孤立主义倾向达到了一级兼收并序 会获得理念花费和思潮传播的正向修正 这可谓是相当不错 正好我们夺取京都之后 可以在京都肯直出文艺复兴思潮来 到了1471年的12月22日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人力已经完全的空了 所以说是时候来与足利议和了 事实上我们只需要一个省份 就能获取最终的利益 可以看到在获取京都之后 知田将成为日本新的正义大将军 相信议和之后 日本地区剩下的两个大名 山明和足利都将成为我们的附庸 那么不管他们之间如何交战 我们只需要将他们两个分别吞并 便能实现这一阶段的目标统一日本 现在让我们来成功的尊皇逃逆 获取京都 随着京都的陷落 知田家也就是我们救出了天皇 并且重建了幕府 现在我们准备进行一个长期的修整 新版本的日本幕府机制 实际上也有一些改动 我们是不准备玩附庸流的 所以说不会保留幕府阵体 未来会直接成立日本 驱逐浪人会获得全国盼烂的减少 然后所有大兵数国的奴隶星像会下降 自己还会获得50点行政点 三勤交代则是提高三点外交生育 大名就是自制度变化 高兽令则是我们的部队花费减15%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增幅 而且幕府这项特殊的政府改革 会提供一个额外的外交官 然后会提供5点的专制度上限 会降低使者的行政时间 会增加10队的武士兵团招募 也就是说保底我们国家的武士 都能够招募整整10队 现在随着发展度增加 一共可以招募11队了 相信成立日本之后可以招募更多的武士 这样就能够拥有更强的基础作战能力 到了1473年的12月18日 我们成功通过一个事件 在京都新建了一座安土城 用于向全日本地区招示我们权力的正统性 会获得要在防御和年度正统性的增加 同时经过我们的大力啃值 可以看到点数消耗的非常厉害 我们终于就将文艺复兴思潮在京都种出来了 这样我们只会用再花费一些金币 就可以将文艺复兴思潮接纳了 因为我们感觉到比较惊奇的一点是 文艺复兴是怎么传到朝鲜来的 非常的离谱 难道是新版本中朝鲜的任务术经过了更改 让他们能够直接获得文艺复兴思潮吗 总之现在还不确定 目前可以看到文艺复兴的思潮图 我们的视野最远就到开罗地区 而马木鲁克的首都开罗都还没有接纳文艺复兴 这朝鲜就已经接纳文艺复兴了 超时空的思潮传播还是非常的离谱 朝鲜和我们接纳了思潮 整个亚洲也会慢慢的接纳思潮 对大门来说也是一定程度的增强 反倒是中亚地区的国家 接纳思潮的速度就会变成最慢了 现在我们之前加已经成为了新一任的日本幕府 假以时日我们便可吞并掉名下的两个雇佣 在成立日本之后 我们的目光就可以放向国外了 不论是北边的俄罗旗朝鲜还是西边的大明 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征服目标 当然就大明现在的体量 我们还是难以征服的 双方的兵力差距太远 而且大明的科技水平也比我们高了不少 他的众多朝众国能够给他提供大量的点数 目前大明的统治还是相当稳固的 想要击败他 我们还需要至少征服朝鲜 那么这一期的时长也差不多了 我们主要是一路在日本地区 进行对其他大明的村命 最终夺取了京都 成功的成为了正义大将军 目前是支田幕府阶段 那么我们成立日本之后任务书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们的政局会有怎样的变化 就请大家期待下一集吧 这一集就到这里 我是绅士 我们下期再见